第七 仆从众多 服务你的人很多 第八 仁天伏相 你的相是做人 生天 像神一样 天人相 见者欢喜 就命中生天时很快成佛 所以这个 希望各位很简单 但是我们要去实践 来 请看读诵大圣经典功德起药第一念 希望各位多读经 然后读经有什么功德呢 我整理了六章 我们来念一念 请看第一 读诵大圣经典功德起药第一 杂寒经 来 我们念一下 有没有看到一样 念一下 二十四尊 告诸比丘 如当受词 漏 无漏 法经 广为人说 所以者和 义具足固 法具足固 犯恨具足固 开发神通 正向灭盘 乃至信心 善男子 在家出家 当受词读受 广为人说 所以各位阿含经是很接近我们生活的经典 阿含经在家的生活怎么生活 出家的生活如何正解脱 阿含经非常的圆满 千万不要说 哎呀我是念奥秘同学读大圣的 我不看阿含经 不是的 阿含经是一个基本 一个入道 而且非常 讲到六方理经 什么方法 所以呢 有漏就是讲什么 有漏就讲世间法 在家人应该怎么经营家庭 无漏 讲的是出家人如何解脱 所以那个时候 世尊跟一切出家人说 各位啊 应当受词有漏经 告诉在家人如何离苦得乐的方法 无漏经 无漏法 出家人如何解脱 而且呢 要广为人说 要尽量的 告诉大家 为什么呢 因为阿含经呢 义具足法具足 不离开 佛法的本体 乃至呢 种种的对峙方法 犯恨具足能够让人家清静具足 那么你读诵乃至讲家阿含经 可以得到什么 开发神童 很重要 而且呢 保证解脱叫正向涅槃 所以乃至 对担保有信心的 在家善男子 那么 不关蔡家出家 都应该受词 读诵阿含经 广为人说 所以希望各位要发信 我看现在人 中文的 会不会断定掉 会呀 虽然我们每天修符报啊 放生啊 布施 这是好事了 但是各位呢 符会双手啊 法的延续 法的弘扬 法的读诵 更重要 所以呢 对阿含经 各位要能够如此 再来第二 于佛法中生清净信 能持境界 少读诵经 亦能小失 由此世事因缘果报 生坏命中 生涛利天圣妙善处 如果一个人 对三宝有清净的信心 自己呢 又能够受持清净的戒律 虽然你经没有读很多 少少读诵经 而且又能够做小小的布施 至少这四种方法 这是在家试法 那么因缘果报 舍报以后 生涛利天出胜的地方 所以这样信心持戒 智慧布施 这个小识不是大识 大识是我的生命 怎么都可以死呢 那个叫 无言大识的布施 这一般世间的小识 布施一亿一千万 小识 钱嘛 好 第三 报文经来 菩萨应发怨言 我今应当求所 无上佛法 出世间法 令诸众生 独送完习 远离生死 得至涅槃 所以你发愿做个菩萨 不分在家出家 菩萨就是为了要追求成佛 菩提萨多 菩提就是佛 萨多 就是要追求成佛 度众生 你向现在开始 就要追求 拿到无上佛法 乃是离苦得乐的出世间法 你自己得到 还要引导众生 读诵 修行 令他们远离生死 乃是正在救济涅槃 所以各位呢 希望大家 多带大家读诵 大正经典讲解 引导大家 离苦得乐 再来 《悲华经》里面说的 一词念下 四诸四尊 一切皆入 普献赦身三昧 皆作是赞言 善哉善哉 善男子 如今读诵 大乘经典 如所颂者 是佛境界 所以各位 很重要 你再念大乘经典 就把佛的境界 视线在这个世间 众生都有听闻的机会 不是光人 天人最喜欢 世间有人在诵经 天上没有佛法可以听 世间有人在念诵 大乘经典的时候 多闻天王 就会告诉诸天 有人来念诵地藏经 大家赶快跨过来听 那天人就是如此 所以各位呢 为了要令一切众生如此 所以一切大乘经典 都是佛入了普献赦身三昧 什么叫普献赦身呢 当你在念诵大乘经典的时候 佛就现在里面 这部经是讲奥弥陀佛了 这部经是讲钥匙佛了 那么 那个佛就现出在那个地方 而且你在念的时候 他马上站在你 哎呀 善哉善哉 你这个有善根呢 有慈悲的男子 你今天念诵我的大乘经典 所以你所念的就是佛的经典 所以佛的经典 大乘经典里面 希望各位要想念 我的个性 我很喜欢念 我以前刚出家的时候 福报在恒春 我一个人天天念 念的很大声 我不需要麦克风的 因为我要念的很大声 我师父叫 如大乘如厚 做维挪 我不拿麦克风的 这样因为我要修口业 因为我那个时候人家都说 避数避数 不说话 怕怕跳得真好 所以我觉得不行 我出家 就是人家要我讲经说法 我一定要声音要红亮 讲经说法要好听 我就经常念 我念的很大声 四点我就起来念 善善众生 待老菩萨 早课待晚课 一有空我就读诵大乘经典 然后读累了 我就听录音带 每一位法师的录音带 那坐下来就整理笔记 每天要努力在 进入的大乘经典里面 这样呢 能够为别人讲说 第五号我念一下 若有书写 其人乃至无上涅槃 常得不离见佛 文法供养众生 若能读诵诸恶业 等永静无疑 所以各位 虾经 写经 读诵经典 功德这么大 所以如果你能够书写 大乘经典 这个人乃至一直到成佛 永远不离开见佛文法供养神众的功能 所以各位 你把法华经抄一遍 华业经 所以老额上个个都会抄经 慢慢抄 不要懒 抄经慢慢写 字写得很端正好看 抄经 供养诸佛 供养众生 你说现在印刷好了 那不一样 你自己抄的印刷是两回事了 不一样 先调查一下 心经不用讲 不要先说心经就好了 心经有抄写过一遍的举手 不抄手就很难够了 连两八十二就没下定 有抄过普门瓶的举手 还有一点点 有抄过地藏经的举手 你看 功德无量 你老爸家家来 各位真的要炒 不要像我的龟和尚 法证老法书 法华经 法严经 他的毛笔写得漂漂亮亮 这样慢慢地写 慢慢地写 边写 还可以边思维经法的意义 供养众生 抄好以后贴在城 越好庄民 所以乃至读寿 你要读经 宵夜章最快 所以我们要超度为什么要读经呢 读地藏经 读奥密陀经 消除而言 你自己也消除了 永进无语 所以有些人执着 持咒就好了 不是念佛就好了 不行 念佛 诵经 持咒 都要 都要 特别读诵 达证经典还得了啊 念四个字 阿弥陀佛功德就这么大了 何况念整部阿弥陀经啊 无量寿经啊 所以各位千万不能偏一边啊 第六 别华经说 念一下 佛告无谓等地菩萨 我已先说所得福德 尽当未如更略说之 善男子善女人 若有受持至经 悲华经 读诵 通力 为他人所乃至一记 以后五十岁中 乃至有人书写一记 所得功德 圣诸菩萨 十大节宗 行六波罗密 哇 这个悲华经太重要了 有读过悲华经的虚荣 大悲莲华经 那看过 所以我们有印哦 大悲莲华经 悲华经 佛头发 过去是发五百大愿的 在保障佛所 观音菩萨如何发愿的 悲华经 太重要了 所以呢 佛头说 我之前 那么所说的这些 读诵经典的功德 我今天就简单的说一下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受持这本悲华经 读诵通力 什么叫通力 哎呀 哪一品讲什么 你都很清楚 乃至进一步还未认他人讲 为了悲华经的功德 乃至就算讲一记 里面的一个记忆拿来解释 你在后五十岁中 以后五十岁中 乃至有人书写一记 那么 所以说 佛头在那个时候 讲了后五十岁 就算写一记 所以 宏一大师古道的 叫我们要用书法操经济 贴在那边 长修柔和人路中 勤修清净波罗密 不许 写给人家看 所以 所得功德 圣诸菩萨十大解锁 修行的六波罗密 为什么 因为你把佛的经济 写在那边 让大家看 读出来 让大家听 你就代表佛嘛 所以再来 百元经里面写 七 愚人白亡 有我成文沙门所说 一次记句 托得不始 如是恶难 旷富多文读诵修习 读所修行 避祸大力 哎呀 有一个人跟国王说 哎呀 我今天能够做人 就是因为我听出家人念四几句 念那个经 所以各位 任何一个动物听我们 念心经 阿弥陀心 念大悲哲 他们永脱离上恶道了 所以 三恶道众生 只要听出家人来 这各位菩萨念一句 可以托得不始 超过三恶难 所以何况能够多读诵 多听文 多修行经典 乃至能够按照经典所说的去做 读所修行 避祸大力 再来 大乘方广 总词经 读一下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发福利音 于此大乘方广 总词经典 受词读诵 护卫人说 当之世人不多 二二道 所以大乘就是 成佛之道 把这个大乘方广 总词经 读诵 跟人家解说 所以各位 现在希望多印一些 印一些 有些人就会讲 哎呀不要印太多 到处都地藏经 不要印 你卖天爱与言 你尽管印 你一千本 有一个人因为这样而看到地藏经里的功德就无量了 太多太多的经典 知道我们不断地印 第九 入法界体性经 读一下 若受此此法本 若读 若诵 若诗 若诗为 如行 当得无生法人 若为他生善根 若少读诵 而能为他多说法义 当得不断地眼财 所以各位呢 如果你能够受持这一部入法界体性经 也不会很长 那么经常拿着读乃是背 乃是想里面的意思 乃是按照上面的去修行 那你很快证得最高的无生法人空性 乃是为了让别人生起善根 虽然你读一点点 甚至不熟 但是我愿意拿这个经的 然后地上经大概就是讲 哎呀 不要造恶业 生命有轮回 要皈依 要布施 要孝顺 你这样简单的 虽然你读的不多 肯定为别人多说法义 你这样的人说要什么 不断变态 光闻不停 巴拉巴拉 跟他看起 有些人你叫他演讲 他听三文经 他听五文经 就算不够心 大家都看起来 这样不行 所以各位 至少我你讲深讲浅没关系 要不断变态 要这样 为什么 你愿意跟人家说经 特别是入法界体性经 这个法界体性字是一个圆满的智慧 最圆满的智慧 如何让众生录这个最圆满的智慧 第十大宝积经 各位最好去请一套大宝积经 那个我知道是 并得很漂亮 三本供在家里 这个大宝积经 它是很多经的精华集结起来的 所以你要看里面有很多事据事据的 还有很多的重点 所以这部经呢 集合了整个的重点 念一下 时若有受此此经典 当之诸佛止住其身 何况与众奴礼修行 如果你受此这部宝积经 诸佛菩萨住在你的身上 跟着你一样止住其身 那诸谋外道就根本不能干扰你 因为佛跟你在一起 何况你对着宝积经能够奴礼修行 大宝积经 酿惠同意经短短的 这宝积经里面一个节路的经典 其实很多很好的经典 累积起来这个大宝积经都是大乘经典 再来大波涅槃经十一 高阿难言 大波涅槃经里面甚深的妙义 这才是真正的供养佛啊 所以各位一定要就像贝心经一样 卑贝经常念 官自在 官是什么意思 自在是什么意思 菩萨行神波罗波罗密度是什么意思 那你修得怎么样 经常这样让自己开悟 让自己慢慢的懂 好 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来颁发 这个早上讲了 供养整部渔车乃至供养放生牛的 要把设立塔办法给他 我们来鼓掌 来 然后呢 请刚刚有念到名字的 到前面来 好 先如此 然后各位我们休息 二十分钟 各位利用机会去点钉 好不好 点钉不失水 一个智慧的生命 拥有温暖的根性 在人生道路上 已经经过 继续难行的道路 接受过种种的考验 面对过种种的挑战 只不过是智慧的一种体验 一种体验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一打开 哎呀 你心就得到了佛法的加持 佛法之光就照着我们成家 不管你的家人有没有学佛 他都得到三宝的加持 所以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弘扬佛法 对整个世界整个宇宙 非常的重要 所以各位要好好的关注生命电视台 更要感恩有很多生命的菩萨 到处到外面去 邀大家来 不止生命电视台出钱出力 也希望各位多邀请别人 多看生命电视台 不止生命电视台 让生命电视台更有很多的 和这种资粮来制作更多 普通众生的好的节目 动画联系剧 更好的法师 甚至到海外的佛教活动这么好 可以买更好的配备 制作更好的机器 那么这种生命弘扬佛法的节目 此处做成 所以各位多关系 所顾持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顾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传播文化事业基金会 演参生命基金会 永远温暖这人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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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这是你的爱ство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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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